我终于当上有钱人的白月光提升了 每个月给我30万还不管我 白月光回来就给我一个亿让我滚 我刚滚远又哭着求我回来 对不起 哪凉快哪待着吧 沈桥提出离婚那天 我正和他奶奶在一起 我们两个蹲在院里 大眼对小眼 手上满是泥 正一直一株三年的月季 老太太有情趣 喜欢试弄花草 还爱亲力亲为 我作为工具人 每个月拿着几十万的工资 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投其所好 学习了花草养护知识 哄他奶奶开心 保姆拿着手机过来时 我手上有泥 腾不出手来接听 奶奶探头看了一眼 是阿乔 不用接 但电话响得没完 对方似乎不打通 不罢休 我只能起身进屋洗手 这小子 烦死了 天天跟我抢孙媳妇 沈家奶奶在后面老顽童般 小声抱怨 温辰宇回来了 对面只说了一句 温辰宇 沈桥的白月光 我陷入长长的沉默 说不伤心是假的 当初沈桥让我和他在一起 每个月给我三十万 只用让我顶着这张脸 每天出现在他身边就可以了 我才刚赚了两年 就要面临下岗危机了 我们分手吧 我沉浸在失业的伤心中 没有回话 我给你五千万 好 我同意 但我没有开口 不能这么兴奋地说 不然太不给金主爸爸面子了 对面却当我不满意 一个亿 税后 我快被钱给砸晕了 暴富竟在一瞬间 但我还是压下兴奋 矜持开口 可以 你现在就收拾行李 半小时候我回来和你签赠与协议 我要带的东西不多 随便装了几件衣服 和泡泡的所有用品 给泡泡套上狗绳等待 泡泡是只狗 我收养的流浪狗 今年一岁半 要走也没多少不舍 我对沈桥本来就没什么感情 不过是老板和打工人的关系罢了 唯一不舍的是沈家奶奶 但我不知怎么跟她开口解释 从客厅朝外望了一眼 保姆正扶着植株 奶奶用我给她买的小巷水壶浇水 高兴地像个孩子 客厅门打开 沈桥看到的是已经收拾妥当 在沙发上等待的我 微微点头 她一向喜欢我的识趣 我妈拿钱办事 自然不会给她找不通快 我细细看了协议 里面没有对我不利的条款 看来沈桥还算诚心 她一向舍得为温承宇花钱 我写下名字 再次抬头才发现 温承宇就站在沈桥身后 她温婉美丽 穿着洁白优雅的连衣裙 脸上露出浅笑 我注意到她脖子上 点缀着一条蓝色钻石项链 当初沈桥刚把这条项链拿回来时 奶奶说肯定是送我的 虽然是个替身 但是沈桥对我一点浪漫也没有少 时常送我些鲜花和珠宝 何况这条项链对我而言有特殊的含义 是我家破产前妈妈设计的最后一条项链 我也以为是送我的 所以当奶奶笑着给我戴上时 我没有拒绝 但等奶奶离开 沈桥立即给了我一个巴掌 没有防备的我被大力裹挟到地上 我从没见过这么生气的沈桥 戴这条项链你也配 我早知道我只是个替身 大学时饶氏整天只顾兼职赚学费的我 也听过他们俩的爱情故事 最后他们的故事以温辰宇出国 沈桥不得不留在国内继承家业告终 但泥人尚且有三分血性 沈桥也太过分了 被侮辱人格可不在协议里面 但想想欠的债 我还是忍了下来 只能安慰自己 资本家哪有好伺候的 这就是杜染吧 温辰宇微笑着看我 晚上沈桥的手臂 头往他身上靠 歪头看我 眼里满是挑衅 好巧啊 你长得和我真像 说着伸出一只手 不就是暗示我只是个替身吗 我没有回应他举在空中的手 他的脸色有些尴尬 沈桥也有点不高兴 反正我也不干了 不伺候了 走了 拖着行李箱正要走 奶奶从后院回来了 阿乔回来了 看见我 奶奶眼前一亮 哦哟 遛狗还带行李箱呀 玩什么新花样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欺骗老人家 燃燃要去朋友家玩两天 沈桥解决了我的困难 她一边说着 一边自然地去扶奶奶 去玩把泡泡也要带上 那谁来陪我 奶奶看了一眼沈桥 耍性子推开她的手 温承宇见状连忙上前 奶奶 你好 您可以叫我小雨 不嫌弃的话 这几天就让我来陪您吧 奶奶接过保姆递过来的拐杖 用拐杖轻轻扶开温承宇 你是谁呀 我为什么要不嫌弃你 温承宇被扶了面子 但不好发作 露出求救的眼神看沈桥 沈桥却没注意到她的眼神 只看见奶奶委屈的小表情 沈桥父母早亡 是奶奶将她带大 所以奶奶是她最重要的亲人 之前他们俩在一起时 沈桥满心满眼都是温承宇 他大概没有说过这样的冷落吧 委屈地喊了声 阿桥 沈桥回过神来 对他笑笑 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然后就哄奶奶回房间休息 刘温承宇和我两人待在客厅 你在得意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 你只是提身吧 我没理她 拖着行李往门口走 心里有点鄙视沈桥的品位 听说为了这条项链 她还打过你 你应该很嫉妒吧 听见这话 我停下来 回头见她一脸得意 戳到你的痛处了 我轻笑出声 你还不知道 你戴的这条项链是假的吧 温承宇带愣了下 露出不相信的神色 随即又恢复了自信 笑着问我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你挺聪明吗 用这种事情来离间我和阿乔 我有点无语 但她这样想也很正常 毕竟沈桥也不知道 那条项链是假的 这条项链 我找了整整五年 这是妈妈死前耗费心血设计出来的 承载着她对妹妹和我的爱 当年我家因为资金链断裂破产 妈妈设计的所有珠宝都不得不拿去抵债 妈妈受到打击 当天大出血 没能抢救过来 带着没出生的妹妹离开了 爸爸悔恨自己的冲动投资 也跟着去了 我就没了家人 我也多希望可以像爸爸一样逃避 但我知道不可以 我不怪爸爸的选择 但我知道 如果是妈妈 一定会坚强地活下来 所以我做了和她一样的选择 本来父母欠下的债务 子女没有偿还义务 爸爸那些生意伙伴们也没有来找我 可我不想让我的父母已经离开了 还要背负着这些债 一直在努力赚钱来还债 所以我在沈桥找我时 立即同意了 虽然沈家人不知道我的身世 但身边熟悉一点的人都知道 我在找这条名叫沐昕的项链 这也是我和奶奶一开始 为什么以为是送给我的原因之一 但今天离得尽了仔细一看 假的 也好 我对这个地方最后一点遗憾没有了 沈桥狠手信用 第二天就把钱打在了我的卡上 还完债还剩几千万 我带着泡泡去了好多地方 泡泡肠这么大 还没出过远门 我们去了海南 泡泡第一次发现了游泳的快乐 但她最开心的 还是那些漂亮的泳装小姐姐 会一边夸她可爱 一边摸她的狗头 我们去了长白山 在那里泡泡第一次看见雪 冻得小脚冰凉 还是不肯进屋 我们去了草原 泡泡跟小杨玩得很开心 但吃起羊肉来一点 也没有嘴软 我们一起去爬山 我以为她会先不行 结果是我先服输了 决定坐缆车 我在网上精心挑选 规划的行程 全都是可以带狗狗的 选的酒店 全都是宠物友好行 我们一刻也没有分开 泡泡从没有比现在更开心 从前沈桥不喜欢泡泡 只要她在家时 泡泡都不能和我睡 如今没了她 我倒是自在多了 奶奶也终于接受了 我和沈桥已经分开的事实 但她总是给我打电话 非要认我当干孙女 听说这事后 温辰宇马上找我 杜然 你还要不要脸 你们都已经分手了 为什么还要通过奶奶和阿桥 纠缠不清 沈桥也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杜然 你可不可以有点职业道德 你别这样 陈宇会误会的 我可去你的吧 我都没职业了 你还跟我讲职业道德 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他们 奶奶本来是想认我当干女儿的 我一看这不合适 我不好意思 真打前金主爸爸的脸 婉拒了 奶奶才又突然提出了当干孙女 他们一边给我施压 一边又搞不定奶奶 最后还是我给奶奶寄了礼物 又打了好多电话哄她 告诉她 我们即使不认这个关系 我也会想着她的 老人家这才作罢不闹了 7月初九 是沈家奶奶的生日 为了不和沈桥出现在同一场合 我没打算出席 只是提前给奶奶准备了生日礼物 但沈桥的堂弟给我发了条消息 我不得不赶回来参加生日宴 他说 沐昕在他那里 沈桥的堂弟叫沈梦泽 是大学时敌我一届的学弟 我找了沐昕这么久 没想到被他买了 说来也是不巧 去年我在一个珠宝设计论坛上 认识一个人 马甲叫林玺 最初聊得来 是因为她也喜欢妈妈的设计 但深谈之后发现 我们的品味真的很像 我们一起讨论珠宝 讨论设计 几个月前 她突然告诉 我有沐昕的下落了 但那时候我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我请林玺帮我拖住卖家 后来我以为是沈桥买了 可是林玺很笃定地告诉我 还在卖家手里 那时我就断定 沈桥手里的是假的 然后开始拼命筹钱 当我刚和沈桥分手后第二天 终于钱够 却得知沐昕已在前一天 被人买走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没想到 原来是被沈梦泽买走了 记得我离开沈家那天 他还给我发了条消息 听说你和我哥分手了 这句话夹杂在诸多得知 我们分手消息的问候中 我全都没有回 我知道这些问候是不怀好意的 我没几个朋友 但我和沈桥 有很多共同认识的人 当初我们在一起时 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个替身 都等着看笑话 得知分手 怎么会不来奚落一番呢 我以为沈梦泽也是其中一员 但他委屈巴巴地说 本来那天就想把项链给你 结果你一直不理我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你得陪我去参加奶奶的生日宴会 去就去 为了还债 我都可以当沈桥女朋友两年 何况只是陪沈梦泽参加个宴会 当初温承宇出国后不久 就有了新的男朋友 沈桥知道后没说什么 只把自己关在屋里 喝了三天的酒 出来后 胡子拉叉 眼睛血红 那天以后 他对我的眼神里除了迷恋 还透露着疯狂 他要求我只能穿温柔记的裙子 只能按照温承宇的风格 去打扮自己 温承宇回来后 问我要不要脸 笑死 一开始就谈好的价格 我凭本事赚钱 为什么要说什么脸不脸的 难道我还要因为不好意思 这钱就不赚了 然后是我按照沈桥的要求 去扮演他心中的爱人 他也常常羞辱我 似乎要把对温承宇 爱上别人的恨意 转移到我身上 我知道沈桥骨子里 不是什么好人 可我也是真的感谢他 感谢他给我的工资 虽然感激他 但如今既然没有金钱关系 我只想离他们远远的 不过为了沐昕 我就再去蹚一蹚浑水吧 说是宴会 但奶奶近些年来 越来越不爱大操大半 所以只是一家人 聚在一起吃饭罢了 这也是我一开始 拒绝的原因之一 他们一家人 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既然答应了沈梦泽 就安心去吧 不知道他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也许是知道奶奶思念我 想给他惊喜吧 正想着 沈梦泽来接我了 看见我时 他眼睛一亮 湿漉漉的 像只可爱的大狗狗 姐姐今天 好像和平常 有点不一样了 她平常都叫我嫂子 今天头一回换了称呼 我稍稍有点不适应 叫我杜冉吧 好的冉冉 正愣了下 我突然想逗逗她 那是今天好看 还是平时好看呢 她当时耳朵红了 低头小声说 都好看 但今天 更像你自己 她这话是说到 我心坎里去了 沈桥霸道 我平常只能穿那些 温柔风格的衣服 美则美矣 但根本不是真正的我 大概是变化太大 上了车 沈梦泽还时不时 偷偷瞥我一眼 看得我也忍不住 照了好几次镜子 我今天真的有 这么不一样吗 要不是我知道 沈梦泽不喜欢女人 都要怀疑 她是不是对我有想法了 和沈桥在一起 这两年我知道 她这个堂弟 拒绝一切女人的接近 开始我们还以为 她是心里有人了 但奶奶神神秘秘地告诉我 这孩子肯定不喜欢女生 我当时还被奶奶的心潮 和开明吓了一跳 一般长辈 很难接受这样吧 奶奶却无所谓 这有什么的 她爱喜欢谁 喜欢谁呗 她还调皮地食指碰唇 帮她保密哈 她眼里的脚侠 我现在还记得 真是个八十多岁的老顽童 大概是行车过程 太过无聊 沈梦泽一直没话找话 冉冉 听说你和我哥 她顿了顿 小心翼翼地继续问 你们是为钱在一起的 我爽朗一笑 这是本就不是秘密 好多人都知道 是啊 她一个月给我三十万的工资 冉冉 你看我 我可不可以 她一边开车 一边吞吞吐吐地说话 还时不时地扭头看我 我都快急死了 这样开车也太不安全了 平时她出行都是司机开车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司机没来 是沈梦泽一个人来劫我的 我劫过话头 你可不可以 什么 她有些惊讶我打断她的话 你可不可以认真开车呀 开车分什么心 道理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被我一说 她气鼓鼓地不再理我 我好像也没错说什么 不就是正常提醒她吗 生得哪门子气 好在她不像沈桥 沈桥爱开斗气车 知道温辰与恋爱那天 我们正在回家路上 那天是周末 司机请假了 沈桥开车 带我和泡泡去公园 回家路上 接到了温辰宇的电话 我也不知道 温辰宇脑子里在想什么 恋爱就恋爱 还要向前男友汇报一番 电话里察觉到沈桥不高兴了 他还试图挽回 阿桥 我心里是有你的 可是我一个人在一国他乡 我需要一些温暖 好家伙 被他安慰完 沈桥更生气了 一路飙车回家 那天到家时 我被吓得手心都掐出了血痕 下车时的脚步已经虚浮 当时就想不干了 但是正如每一个想离职 但还是屈服于现实的打工人一样 我后面还是为钱服软了 只是从此沈桥开车 我是能不做就不做 从回忆中回神 我看向旁边那张虽是堂兄弟 但和沈桥丝毫不像的脸 在搭话 沈梦泽也不理我了 但车还是开得稳稳当当 终于有个情绪稳定的沈家人了 我想着 迷迷糊糊陷入了睡梦中 醒来是车已经停在沈家别墅了 睡姿不好 我感觉嘴角有点湿润了 有些不好意思 我手忙脚乱地找纸巾 但今天出门急 似乎忘记带了 忽然修长的纸截伸到我的面前 是沈梦泽 擦嘴时他礼貌地没有看我 而是望向窗外 处理好后 我有点抱歉地问他 是不是等我很久 他好像已经忘记了刚刚车上的事情 笑着告诉我并不久 然后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我 答应你的 我轻轻抚摸着盒子 微微愣神 尽管我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 但打开时 还是忍不住心跳加速 上一次看到他时 妈妈还在 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 欣赏这条项链 满心期待着妹妹的出生 谁知第二天后 家里就出了事 一别就是永远 翻开盒子 项链很美 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 这承载着妈妈的爱 要戴上吗 他看向我 眼睛里是温和关切的光 可惜了 喜欢男的 不戴 我舍不得 妥善收好以后 沈梦泽帮我开了车门 下车后我才发现 尴尬的是 沈桥的车就停在旁边 我都已经做好 互相无事的准备了 结果刚下车 就被对了句 温辰宇和沈桥两人 大概是看见 沈梦泽的车 想停下来等等他 但没想到 副驾驶下来的 会是我 这是沈家的家宴 你出现在这 不太合适吧 是吧 阿乔 温辰宇玩紧了沈桥的胳膊 笑得温柔 沈桥倒是没说什么 只冷冷扫了我眼 目光一向沈梦泽 开口就是指责的语气 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 我正要唇齿反击回去 沈梦泽前跨一步半挡在我面前 刚刚在车上的温柔一扫而空 鸡翘地看向两人紧挽着的手 堂哥可以邀请温小姐 怎么我就不可以也邀请女伴吗 比起温小姐 奶奶会更希望看到冉冉吧 看着沈桥吃别后薄怒的表情 我心里暗笑 沈桥最喜欢在这个堂弟面前摆谱 平时沈梦泽都挺给他面子的 不知今天怎么就和他硬刚上了 突然脑子里有个大胆的猜测 虽然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 但沈梦泽今天要求我陪他来 不会就是为了故意气沈桥的吧 沈梦泽转头 又换了副神情温柔地给我引路走吧 进了屋沈家奶奶看见我果然很高兴 连拍了沈梦泽肩膀好几下 还是你这个小子行 我就知道你最行 把我最喜欢的冉冉给我带回来了 听着奶奶的话我没忍住笑 奶奶还是这么可爱 当初奶奶在我这里沦陷的时候 就对沈桥说 还是你小子行 我就知道你最行 给我找了个这么好的孙媳妇 话术都没改过 奶奶对我和沈梦泽眉开眼笑 反倒是对后面进来的沈桥淡淡的 我知道奶奶肯定还在生她的气 无视了温辰宇温柔的一声招呼后 奶奶拉着我的手 哎呦 我就说我孙媳妇 还是穿亮点的颜色好看 不像有的人 天天穿些白的黑的灰的 一点朝气都没有 温辰宇今天穿的 恰好是一身白裙 此时咬住了唇 渲染玉气 沈梦泽还补了一刀 奶奶你真是越老越像个孩子了 你会变一下 以前冉冉姐穿黑白灰你也说好看 现在冉冉姐穿亮色 你又嫌弃黑白灰了 温辰宇这脸色已经摆了一会 以为沈桥会帮她说话 但是并没有 沈桥的视线都在奶奶身上 她向来不是一个体贴的人 这时候更是顾不上她 温辰宇实在忍不住了 有些不悦道您在喜欢她有什么用 她已经不是您孙媳妇了 奶奶本来就不喜欢她 现在更不高兴了 也学她做出一副 渲染玉气的表情 沈桥马上呵斥 沉宇 不要这样跟奶奶说话 没看待他们两人的神色 奶奶假装生气地 拉着我跟沈梦泽走了 还悄悄对我眨眨眼 奶奶的儿孙们总觉得 她年纪越大 脾气越古怪 喜欢生气 喜欢不理人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 奶奶只是像个小孩一样 希望有人哄哄她 有人陪陪她 这些儿孙们 除了去世的沈桥父母外 其他人 从沈梦泽的父母 也就是沈桥的大伯 到沈梦泽和沈桥这些孙辈 无一不都很孝顺 但是怎么说呢 有钱人的孝顺 似乎总是少了些人情味 他们给了奶奶最好的生活条件 逢年过节 给奶奶买最好的礼品 请了最好的人来照顾奶奶 但是却恰恰忽视了奶奶最需要的 陪伴 这也是为什么奶奶这么喜欢我 还记得奶奶生病那段时间 沈家这些儿孙辈们 推掉所有商界的活动 来到医院给医生施压 但却没一个人 真正陪伴在奶奶的病床前 只有我 每天和护工一起 没日没夜地照顾奶奶 奶奶不爱吃饭的时候 他们把做饭的保姆 换了一茶又一茶 逼迫他们不停地去尝试新菜式 但没有一个人去真正了解一下 奶奶是因为不开心 孤独寂寞 才不愿意吃饭 而不是饭菜不可口 是我陪着奶奶 哄着奶奶 和她玩着游戏 哄她一口口吃掉饭菜 他们知道奶奶爱花 从世界各地 给奶奶找来各种珍惜花种 但奶奶种花 本就是为了打发孤寂的时间 他们有寻找的时间 不如真正陪奶奶种一珠花 反倒是只有我一个外人 给她陪伴 陪着她 做她爱做的事 除此之外 我还教她打麻将 教她画画 带她看童年时 没有看过的小人书 带她一起给狗狗洗澡 一起教狗狗握手 小人书上的字太小 为此奶奶还特地买了个放大镜 天天早上一起床 就来找我一起看书 到后来 奶奶对我无比依恋的时候 她任性起来 也只有我一句 你今天再不穿好外套 下次我不赔完了 她才会乖乖加衣服 最近 听说温晨宇回来以后 沈桥怕她和奶奶两看相艳 惹奶奶生气 就迅速搬了出去 殊不知 这样才是真正伤了奶奶的心 现在别墅里 就奶奶一个人住着 虽然保姆园丁很多 但奶奶一定也很孤独吧 奶奶把我和沈梦泽 拉到一边后 直走她 心疼地拉起我的手 乖乖 让你受委屈了吧 奶奶以前不知道 阿乔原来心里是有别人的 这小子 真不是个东西 别人听见我们的金钱交易 都是嘲笑 讥讽我心里眼里只看到钱 只有奶奶 会心疼我 做了别人的替身 我眼眶有点热热的 会握住奶奶的手 没事的奶奶 说着 我压低了声音 我不吃亏 我收了阿乔的钱呢 奶奶被我逗笑了 不再说什么 往年还和沈乔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和奶奶住在一起 她的生日宴 我是主策划 忙得脚不沾地 今年倒是没我什么事了 饭前我闲得无聊 走到花园散散心 看见那天和奶奶一起 移植的那株月季 涨湿喜人 我正瞧着月季发呆 突然手腕传来一针剧痛 扭头一看 是被沈乔狠狠饿住了 你什么意思 为了气我 跟我堂弟没来眼去的 我有点无虞 沈乔这个人 真的是有点大病在身上 现在没了钱 我是真的忍不了他 你有毛病吧 跟你有关系吗 他扯住我的手腕 用力往后拉 惯性把我甩到他怀里后 一把抱住 你希望通过这样来吸引我的注意力是吗 我使劲挣扎 想骂他 又怕激得他更加过分 你可以继续待在我身边 但不要让沈乔知道 神经病 我头往后狠狠一撞 磕到他的下巴 自己也磕得脑瓜子嗡嗡的 但好歹终于正拖出来了 我忙往旁边再挪了几步 跟他保持距离 他吃痛 站在原地 深深凝视我 如果是钱的问题 我可以再给你 不要了 没说出的后半句是 我赌了沙特 现在已经比你有钱了 他咬咬牙 你对我没有一点喜欢 我有点生气 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是没有稍稍肖想过一点 直到他开始羞辱我 沈乔的态度 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他就是瞧不起我 就是当我踢身 我们也说得清清楚楚 他给钱我办事 为此我忍了好多次 要不是想着工作哪有不受气的 我早就不干了 现在又来谈什么感情 我就这样说吧 就算没有温辰鱼 我不是替身 凭这两年 我对沈乔的了解 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的 我是感激他 但感激和爱是两码事 我很清楚他不是个爱情上的良人 现在他又来这样 气得我用他当初的话回他 不是你说的吗 我就是个替身 不准肖想你的爱 谈钱 不要谈感情 他气急 又要上前前置我 我有点后悔惹怒他了 虽然我和他现在有几步的距离 但男女体力悬殊 我何必成言语之快呢 但他还没碰到我 一个宽厚的背挡在了我的面前 是沈梦泽 他一拳打到沈乔的鹅角 声音里全是怒气 哥哥 我敬你一声 再叫你一次歌 但下次你再欺负冉冉 别怪我对你 不客气了 把我带到一旁后 他低头跟我道歉 对不起 今天把你带来 却没保护好你 看着他在我面前毛茸茸的头发 湿漉漉的眼睛 活像只做了错事的大狗狗 让人莫名响揉 本来就不关他的事 但看见他愧疚的眼神 莫名就有点感动 饭后送我回去的路上 我提醒沈梦泽 对了 你要是有时间 多陪陪奶奶吧 奶奶看着整天乐呵乐呵的 其实心里挺孤独的 我看沈梦泽是个 听得近话的 才愿意跟他多说两句 像沈乔 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他 与其掏空心思 去想给奶奶买什么东西 不如实打实地陪陪他 换来的 却是他的白眼和不屑 你懂什么 你不会以为 你靠这张脸能把我哄开心 就也能懂得 怎么哄我奶奶了吧 我奶奶对你还行 那是爱屋即屋 你不要太高看自己 以为奶奶 喜欢你你就可以教我做事了 气得我几天 都不想和他说话 普信男 沈梦泽听了我的话 有点意外 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好 一定 真好 沈梦泽是听得尽劝的 但我知道他能做的也很有限 他从大学毕业后 就主动要求 去打理外地的公司 一年只能回来几次 也陪不了奶奶几次的 但我没想到的是 为了陪奶奶 他又回到了本地的公司总部 自从参加过生日宴后 我又开始常去看望沈家奶奶 一来是反正沈乔 他们已经搬出去 我也没什么好避嫌的 二来是那天询问了保姆 关于奶奶的近况 才知道奶奶时常一个人呆坐 也经常不好好吃饭 我实在是心疼他 所以想有空多 带着泡泡去看看他 但没想到 每次都遇到了沈梦泽 我终于忍不住问他 这才得知他已经调回本市的 总部公司一段时间了 我摇摇头 沈乔从前就将这个堂弟 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现在怕是压力山大了吧 但是 跟我这个前女友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天无意中又说起沈乔 奶奶摇摇头 阿乔哪都好 就一点不好 没能给我讨个喜欢的孙媳妇回来 说吧 又开始傻言傻语 我真想再生个孙子取冉冉 我被奶奶荒诞不惊的话都笑 沈梦泽却红了耳朵 这不是有现成的孙子吗 你 奶奶摆摆手 你不行 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想起了她的那个秘密 对视一笑 沈梦泽却很莫名其妙 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 奶奶还拍拍她 笑得神秘 放心吧 你奶奶我很开明的 我觉得沈梦泽越来越不对劲了 她虽然说是有空才来陪奶奶 但是怎么这要巧 每次去我都能看到她 更别说还有我没看到的日子 那天我带着奶奶做蛋糕时 她倒是不在 都已经做到一半了 她却匆匆赶来 拿着公文包 西装衬衫也还没有换下 明明一看 就是刚从公司赶回来的样子 她却说 今天刚好有空 来陪陪奶奶 我搞不懂 那天还好带了泡泡过来 做好蛋糕准备回家时 外面下起了暴雨 是大到开车都不安全的程度 我们只好留下来过夜 奶奶这里房子大 有的是房间 我之前搬走的时候 留了些衣服没带走 温辰宇想扔 却被奶奶极力反对 留了下来 沈梦泽最近也常在奶奶这里住 换洗衣物都是有的 刚好保姆还请了两天的假 现在家里就我们三人一狗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 本来就在这里住惯了的 奶奶却乐得笑开了花 这下你们想走都走不了咯 全都留下来陪我 半夜我有些渴了 到楼下厨房倒水 隐约看见客厅里沙发旁边有个人影 从前沈桥不许泡泡进房间 所以泡泡习惯了在客厅的地毯上睡觉 现在 沈梦泽就蹲在泡泡身前 轻轻地摸着她的小脑袋 泡泡已经舒服地把肚皮翻了起来 远远地看见了我也不起来招呼 我站在后面轻轻望着他们 觉得她真耐心 真好 可惜了 她喜欢男的 没想到 沈梦泽后来直接在沙发上睡了一夜 早上我是被奶奶拍门叫醒的 奶奶的声音很急 透着无措 阿泽她怎么在沙发上睡了 怎么也叫不醒 身上还很烫 坏了 不会发烧了吧 我赶紧跟着奶奶来到楼下 就看见沈梦泽穿着昨晚的衣服 随意地躺在沙发上 脸红扑扑的 我一碰 发现她的额头烫得吓人 家里有肠备的退烧药 奶奶去找药的时候 我去房间搬来被子 给沈梦泽盖上 低头椰背脚的时候 她突然抬手揽住我的脖子 刀拉低 温热的气息呼在我颈尖 有些痒 她无意识地在我耳边呢喃 冉冉 冉冉 我轻轻解开她 搂住我脖子的手 疏得一下脸 变得很烫 我甚至不敢再看她一眼 冲进了洗手间 将冷水扑在脸上 她不是喜欢男的吗 为什么要叫我的名字 难道 我把她掰直了 下午时 沈梦泽已经差不多全好了 奶奶不禁感叹 小伙子身体就是好 不知怎么 现在听着这种正常的话 我都经不住面红耳赤 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见沈梦泽好了 我想带着泡泡撤了 却被奶奶硬留下来 说想吃我做的菜了 网上订的蔬菜肉是到了 我正要进厨房 却被沈梦泽 掀我一步进了厨房 我也被奶奶硬推了进去 冉冉 快去帮忙 平时我做菜时 最喜欢跑来捣乱的奶奶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居然不来 光留我和沈梦泽 两人在这方小小的厨房 沈梦泽做饭得心应手 无比娴熟 我倒是成了旁边打下手的 切肉 包蒜 宅菜 明明是富家少爷 从小家里就有保姆做饭 沈梦泽怎么这么会做饭 正想的出神 沈梦泽出声说了什么 我偏过头去 正好看见他完美的侧脸 长长的睫毛头下小片阴影 他的唇 一张一盒在说着什么 应该很软吧 然然 我终于彻底回神 啊 他耐心重复 我说 然然喜欢吃辣点 还是不辣 辣吧 说完 感觉脸上又开始热气上涌 手上却忽然传来一点刺痛 果然 切菜是不能分心的 一个小伤口 血都只出了一点点 沈梦泽却比我还急 找来药箱 仔细消毒 温柔贴上穿可贴 本就尴尬的气氛 在吃饭时上升到了顶点 奶奶淘气地点着桌上的菜 这是我爱吃的 这是然然爱吃的 这是我爱吃的 这是然然爱吃的 好了 一半我爱吃的一半 然然爱吃的 刚刚我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没注意 现在低头一看 果然 辣子鸡丁 鱼香肉丝 水煮肉片 一半的菜 是我爱吃的 我看向沈梦泽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心里突然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半夜 今夜我不渴 但还是鬼使神差的 下了楼 客厅里泡泡的身前 依然蹲着那个身影 泡泡真是个没良心的小家伙 有人陪她 看见我来了 她也不理 但沈梦泽不知道我来了 她刚好背对着楼梯 我正要咳嗽一声打破这安静的时候 沈梦泽说话了 她是在和泡泡说 泡泡 我真羡慕你 无忧无虑的 每天可以陪在主人身边 泡泡 我以后给你买好多玩具 骨头 罐头 天天带你出去玩 泡泡听不懂话 但对这几个词是非常敏感的 高兴得哼哼唧唧 沈梦泽继续说着 泡泡 那我当你爸爸好不好 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 沈梦泽书弟站起来 手脚意识不知道应该怎么放 我确定了我的猜测 于黑暗中一步步走近她 你 你听了多少 你别误会 我们男生之间的友谊 就是这样的 互相想当爸爸 泡泡哼哼了两声 小家伙似乎对被归为男生 有点不满 我笑着逗她 可是泡泡是小母狗啊 那你到底 要不要当泡泡的爸爸 她猛然抬头看我 眼睛在黑夜里亮晶晶的 到她送我回房间前 我已经得出了结论 嗯 她的唇 确实是挺软的 后来沈乔来找过我一次 给了我一个盒子 我不要 但她非让我看一眼再拒绝 盒子包装得很精致 我打开了 里面静静地躺着那条项链 假的那条 我一眼就看出 是当时温辰宇戴着的那条 先不论真假 送了别人的 又拿回来送我 我觉得有点恶心 当初我找这条项链 找了好几年 连沈梦泽都知道 沈乔却无动于衷 终于找到沐星下落的时候 我钱还不够 但我真的很怕错过 就再也找不到了 于是我找沈乔借 当时我已经做好 被拒绝的准备 但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要试试 但沈乔给我的 除了不借的回复外 还有极致的羞辱 我说完想借钱后 沈乔笑了 猛然靠近我 伸手揉我的头 看他轻易地举动 我以为他会答应 可他只是轻蔑地看我 你就是个替身 凭什么也敢向我提要求 我当时羞红了脸 捏如辩解 我只是想向你借 我以后会还你的 借 你是想卖吧 记忆中的他和现在 这张脸重合起来 现在面前的他是前所未有的温柔 然然 我知道一直想要这条项链 送给你 原谅我好吗 他说着 取出项链 要给我戴上 我后退一步 不必了 既然已经送给别人了 就别再拿回来了吧 如果你介意温辰宇 我可以和他断了 我没说话 心里却把他骂了108遍 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没我了 他语气有些不悦 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我的心里是从来没有过你 沈桥 好聚好散吧 交易已经结束了 说完转身 刚走了几步 沈桥在后面大喊 那你把钱还给我 我真的被无语住了 但我也不想跟他扯皮 明天打给你 那天 听说后来沈桥开车撞树上了 副驾驶的温辰宇也受了轻伤 听说消息的时候 我摇摇头 跟情绪不稳定的人在一起 真累 那天他们去医院检查 却意外查出 温辰宇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得到消息后 不知是出于责任心 还是来自温家在商界给予的压力 总之 沈桥娶了温辰宇 他们结婚那天 我们没有参加 因为我带着奶奶 在海南晒日光浴呢 在海南晒日光浴呢